北部地區呢 其實感覺還是偏冷偏冷的 不過呢 從明天開始 冷氣團就會減弱了 明天呢 各地的氣溫都會大幅度的回軟 會到了大概23度到25度左右的高溫 所以正確來說呢 明天會非常有春天的感覺 萬一這幾天呢 其實都只能想到休息一年 不僅只是氣溫回旋 而且呢 濕度也低 必須要休息地休息 擠了一籃子 堆了高三尺 跳個好日子 直奔到大頂樓去 髒油醜的全部就換心 不必過度加料 捨棄柔軟筋 那時投筆是20元 30分鐘戲一次 等待時間 先去外面醜一隻 又一次 這感覺解救了我往遠方 這是上頂樓的快活 像是隔絕了全世界 所有傷痛在這裡都會先直線 你看天空 太陽照得多刺眼 遇到難題 先別急著翻字典 我說在這 煩惱全都白了 整個下午待著 思緒不著塞車 沒錯 天然的奢侈 冰草是不會賣的 快跟我一起 把頂樓門推開了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上頂樓的快活 他們都說嫉妒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翻箱倒櫃 真的思緒的衣桌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上頂樓的快活 他們都說嫉妒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翻箱倒櫃 真的思緒的衣桌 那是布料打裙甲 顏色的戰爭 水和洗衣精 在一粒方公尺內翻滾 轉身上 卻像初舊步行的浩獎 望我的時空 太陽形下的比較早 刺繫太多件 不是意氣用事 一個禮拜三次 那是例行公事 它平凡而隔壁 從白昼到夜晚 在宇宙的邊垂邊 發光邊地轉 嘿 這感覺煥然異性 望著習衣機出生 習出來就變新衣 嘿 救的我太久更新 吞去過去的軀殼 不受限地心以利 世俗的紛擾 此刻與我無關 坐在頂樓 聆聽著太陽下山 最後的步驟 拿出來晾上竹竿 不等它曬乾了 我先吃晚餐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無想冰樓的快活 他們都說嫉妒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翻向倒櫃 真的是虛的衣桌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無想冰樓的快活 他們都說嫉妒 晴天或雨天 我洗個衣服 翻向倒櫃 真的是虛的衣桌 我洗個衣服 我洗個衣服 好 amount 我洗個衣服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沒用沒用 接受到連應 我洗個衣服